哈喽 大家好 官方昨晚宣布了高火電队來襲的活動內容 這個活動就開始了 就知道1月30日星期日的上午10點 官方就不是昨天早上說 那麼晚一點說 難道是有些神秘的東西? 是不是新的暗影神獸? 就不是的 那只不過是新的暗影精靈 不過我覺得這個活動內容加上之前出過的暗影神獸 可能吸引力更大 那說回正題 究竟有哪幾隻的新暗影精靈呢? 那包括哪幾隻呢 那就可以有暗影的類型彈 第二代的雨傘家 姑娘、樓威和沙河馬 活動獎就是高火戰隊 在氣球和補給站機率提高 使用特殊技術就可以幫助暗影小姐 忘記這個先路 這樣填液調查 完成後就可以遇到 雅伯蛇、不良蛙、甜美傑 這個活動大家就可以趁機 將你暗影小人 改走這個頻道了 不知道大家可否覺得吸引 那我自己說一般 如果喜歡這影片記得 就還沒訂閱 訂閱馬鈴薇 當下新影片 就通知你那張 新的日常新的活動 大家可以follow ig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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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